大家好,上节课我们把老鼠的结构给讲一下 这节课我先用墨的 怎么去把老鼠头给画一下 用中等,小提刀笔调中等墨色,不要太浓 然后笔尖稍微浓一点 给大家再说一下老鼠的头部 因为它头部比较有特色 把你这个毛笔尽可能最大化的给它用起来 塞帮子 这是后面的耳朵,然后把前面的耳朵给它画出来 然后眼睛 眼睛点的稍微重墨,让墨色有区别 墨色有区别 好,这是它的头部了,这个 顾须再画出来 用你写意嘛 写意 那你也可以往正面方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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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可以正面方向 可以画一下 眼睛再画一下 眼睛要重墨 眼睛稍微重一点墨 然后,胡须 嗯 这是正面那个脑袋 好,这个头部是这样的哈 我像,这个 这个,把它的结构都讲得比较清楚